在曾经西伯利亚土著的严厉,那些网恩负义的哥萨克人是一种不亚于丧失存在的怪物。 公元1583年,西伯利亚几个哥萨克人正围着火堆,残忍地撕咬着手中的人肉,而这些被他们当作粮食的人曾是一群在他们绝境时向他们伸出援手的人。 当时在沙皇俄国,从欧洲向亚洲扩张的过程中,臭名招着的哥萨克亚尔马克军队里一支侦查对于主力部队走散了。 他们本来会在冰天雪地之下孤立无缘地冻死,但这群毒蛇却得到了当地西伯利亚原住民的帮助。 然而,当他们看到面前这些热情善良的居民时,内心却深腾起一种令人战利的歹徒。 他们屠杀、强奸、虐待、折磨了村子里的每一个土著,就连孕妇、老人也没有放过。 很快,没有严寒地带生存技巧的哥萨克人吃光了村子里的食物。 没有办法获得更多食物的他们,打起了当地居民尸体的主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那些被他们投入的村民也已经被吃完了。 这些已经丧失人性的毒蛇又将目标转向了村落的墓地里。 他们觉得也许靠着西伯利亚的严寒可以保存下几具新鲜的尸体, 可他们连续挖了许多坟墓,唯一算得上新鲜的是一个看上去20岁左右的女尸。 但不知为何,这具尸体埋葬的方式有些奇怪, 她的手脚都被麻绳紧紧地捆住,就连嘴巴也被不调缠得严严实实。 不过某所谓,在这群哥萨克人的眼里,这只是一个打包比较奇怪的动肉而已。 可将这个尸体解冻后,哥萨克人惊讶地发现,尸体的手居然缓缓地动了起来。 最后就连女尸闭上的眼睛也在火光的照耀下缓缓睁开。 看着之前明明是尸体,此时却又活过来的女人,即使心如毒蛇的哥萨克人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打算去掉女人嘴上的布条,好好审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 可那个靠近女人的哥萨克人,刚一摘掉布条,她的手指就被女人毫不犹豫地一口咬断。 这群向来嚣张跋扈惯的哥萨克人哪能受到半点武力,同半见有人受伤立刻以拥而上,挥刀砍碎了这个不知高低的家伙,接着他们便吃了他。 无论烤熟还是生吃,这种胆敢攻击他们的存在都会被哥萨克人完全吃掉。 整个队伍中,只有两名哥萨克人没有参加这场宴会。 一个是被咬掉手指的哥萨克人,他的状况非常糟糕。 另外一个,博士认为面前的女人能够复活,一定是受到了诅咒,所以没有进食。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则证明了这个哥萨克人的猜测。 他的同伴在进食完之后,纷纷陷入呕吐抽搐,接着便在一阵疯狂的静磷后倒地不起。 一种奇怪的病毒伴随着他们的食物,彻底要了这些毒蛇的命。 而那个被咬伤的哥萨克,也在第二天早上失去了生机。 感觉自己所有同伴都已经受到诅咒的哥萨克人,在第二天清晨,拿着火把点燃了同伴所在的木屋。 可正在他看着木屋轻声祈祷时,一双熟悉的手穿过火焰,缓缓地从木屋中生了出来。 门前的哥萨克见状立刻停止祈祷,转身便开始了狂奔,因为从木屋中走出来的是那个明明已经失去气息,而此时却又一次站起来的同伴。 之后根据唯一幸存的哥萨克回忆,母屋中只有那个被咬的同伴重新复活。 然后这个活死人就疯了一样向他扑来,可很快没有了正常人体温的他,便在西伯利亚的严寒中冻在了原地。 不知道那个被冻在西伯利亚雪地中的同伴会不会在某一天解冻之后又一次活过来。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于忍者与丧尸的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推到公元1611年。 当时,一个名叫恩利克的葡萄牙商人参加了一次远东贸易。 在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提起了一位门多萨神父,在一次醉酒后告诉自己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是关于神父手下一个年轻教徒的。 这名教徒曾经隶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组织的名字好像叫做生命兄弟会,而这个组织的使命就是把那些从坟墓中爬出来的活死人重新送回的狱。 他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彻底杀死这些活死人。 脚尖的伸手让他们从远处就可以直接贯穿丧尸的头颅,而那些正在进食的丧尸,在还没有意识到有活物靠近时,就已经被远处的人者射杀大半。 剩下的就是忍者们的表演时刻。那些野兽一样攻击单一的活死人,在忍者的刀剑下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 不过这些忍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从容面对这些的。 据神父所说,在这个秘密组织的神社里,有一个房间,专门存放着这些被砍下的恶鬼头颅。 而那些头颅因为脑子没被彻底摧毁,甚至还活着。 而那个房间里一直弥漫着活死人刺耳的嘶吼声。 想要真正加入组织的新人需要考验。 而他们的考验就是在这个放满活死人头颅的房间里度过一夜。 其实,神父所说的话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当丧尸的头颅与躯体分离时, 人类的生理结构应该不能支持他们发出所谓的嘶吼声。 所以要么是神父在夸大其词,要么这就是兄弟会里真正的一种考验。 因为人类在未知的情况下,会无限放大自己的恐惧。 恐怖的嘶吼是构成丧尸形态的一部分, 所以丧尸那张不断蠕动的嘴也许就会给平常人一种不停嘶吼的幻觉。 我想,这就是那个神秘组织给予新人的终极考验。 他们需要知道未来和自己一同奋战的同伴是否拥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而一般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可恶的的预警像,都会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 接下来的就是看他们如何从恐惧中走出来, 是最后永远屈服于恐惧,还是经过恐惧的洗涤, 最终成为一个可以凌驾恐惧的主人。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把实现已向公园1690年的南大西洋。 曾经有一艘葡萄牙商船玛利亚号从西非出发, 目标是巴西海岸,而这艘船运送的货物是非洲黑奴。 只不过这艘运送船从西非出发后,就彻底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上, 直到三年后,一个东印度公司的丹麦船员看见了这艘破旧不堪的船, 在兴奋地宣布了所有权后, 东印度公司的船员们便登上了这艘失踪的玛利亚号。 上船后,船员们发现这艘贸易商船已经变得狼藉不堪, 甲板上遗落的腐朽刀剑,以及围杆上出目惊心的痕迹都表明了这艘失踪之船曾发生过极未惨烈的战斗。 甲板上深褐色的血迹,即使经历了三年的风吹日晒,却依然清晰可见。 由此就能看出当年发生在玛利亚号上的事情有多么的血腥惨烈。 印度公司的船员们顺着血迹来到了货舱之中,在这里他们惊愕地发现,居然还有活人,不应该说是居然还有活死人, 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吼声不断在整个船舱中回响。 见到此情刺警的船员们立刻被吓得剃滚尿流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随后,他当机立断,向着这艘被诅咒的失踪之船发起了攻击。 由于当时的船员没有从玛利亚号上带出任何有用的文字记录, 所以后世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描述推测当时发生的事情。 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刚开始爆发的源头,应该是葡萄牙商人得到的一只奴隶。 当时不知道奴隶贩子从非洲哪里抓住了一批身体强壮的黑人奴隶, 而那个已经被感染的奴隶就掺杂其中。 至于那些奴隶贩子将这批奴隶交给葡萄牙商人时, 是否知道已经有人被感染这件事就无从差弃了,说不定他们还是故意的。 之后应该是某个船员前往船舱查看货物情况时遭到了撕咬。 继而已经感染的船员又感染了甲板上的其他船员。 总之一切都不可抑制地发生了。 但后世那一货舱的丧尸也让人猜测出, 这种感染不止在船员之间爆发。 被拥挤地锁在狭窄船舱中的奴隶们也在缓慢而又绝望地传播着。 第一个转变的奴隶只需要转头就能撕咬身旁的奴隶, 而这个被撕咬的奴隶一直到转变之前都要承受灵迟一般的痛苦。 等他感染转变之后, 倒霉的就是他身旁的下一个奴。 很快,船舱中的奴们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但被牢牢锁在其的他们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同伴慢慢变成是血残暴的怪物。 然后,就是等待终将到来的私有灵食之苦。 那艘充满了痛苦与血腥的玛利亚号商船, 在东印度公司的炮击下缓缓沉入了海底。 关于船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后人也无从考证。 而且,谁又知道当船体破碎, 锁链崩坏之后, 那些满满遗传的货物又将去往何处呢? 好了,今天的丧尸求生指南编年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依然求播三连了, 你的三连是对我最大的动力。